我们相信神的话有多少 就是我们的信心有多少 信心跟感觉 影像 眼见的都无关 如果我们把他们和信心并列 我们就是不相信神的话 因为信心用不着这些东西 信心单单相信神的话 当我们凭他的话抓住他的时候 我们的心就得到安息 神乐意锻炼我们的信心 为着我们个人的益处 教会的益处 世人的益处 但是这种锻炼 我们非但不欢迎 反而常常躲避 当试炼临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应当这样说 我的天父把这试炼的碑放在我手中 我要叫我将来享受甘甜 试炼是信心的粮食 我们要把自己叫在天父手中 因为他乐意赐好处给他的孩子 不止试炼能够加重的信心 如今也是这样 读经是我们更认识神 因为神在圣经中显露 启示他自己 你能不能说 神是可爱的神呢 如果你还不能 赶快求神 给你读经的嗜好 好让你知道 他的温柔和爱 好使你能说 神有多好 神的心 何等欢喜 善待他的儿女 我们越进入这种地步 我们越愿意 把我们自己交托在神手中 越满意他对我们的一切处置 这样 当试炼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这样说 我要等待 看神这一次 要给我什么好处 无论如何 他必叫我得到益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